現在初期的委員已經大了 沒有請 抱歉 好 會不會 那等一下 你問一下 稍後回答 我們先開始 對 那我們先先從小四會議記錄 十四十八次會議記錄 選一案一 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1上16號 建物自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案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1上16號 建物自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期 初期本案會談委員諮審查意見 部分勾選區文化資產的歷史建築價值 部分勾選文區文化財產價值 並無委員勾選區文化資產的價值 即本次會議討論 初期委員就本案是否許其人數委員 所提文化資產的歷史價值 歷史建築價值仍不共識 原此以不計您方式投票表決 三 本次初期委員計十二人 初期人數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經初期委員投票表決 八票不同意四票同意 同意票數未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決議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十一項十六號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四 本建物不具文資身份 建議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 可參考本府都市發展局意見 建議設計手法整合新舊意念 尋都市更新程序辦理 案二 大安區溫州建二十二項四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建物提報之經 以提報人等多方搜集資料 已有文資價值之心發現 故本案已不適合以一時 一地 一人 一事等單一因素 單一個人或單一建物之價值來評斷 建議本案直接由文化部門 國定古蹟之審議 文化部認為該建物不具文資價值 或不認審議 再由本會議程序進行討論 以上 對於上次的會議節 各位委員有沒有要提出更改的意見 那我們預備上 這個幕僚報告 有鑑於上一次討論事項 文化部的官網有做一個陳述 針對第十七條認定認為有疑義 為了這個慎重的期間 建議委員會再做個繼續的討論 各位媒介 那我們進行延續上次的討論 另外一件事情 要請跟大會跟主席跟委員做個報告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第一案審議案一 其實就是上一次的審議事項二號 溫州街二十二號四號的文化價值審查案 那因為屬於繼續討論的這個部分 是針對文化部體這部分 那今天仍有民眾登記發言 因為屬於繼續討論 是否要開放發言 在這兒也請示各位委員跟討論 是不是要開放 因為我們已經屬於繼續討論比較好 這是鑑鑑各位委員的意見 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開放民眾 民眾登記的順序來發言 那我們先針對審議案一 大安區溫州街二十二號四號文化價值審查案 我們先由我們的物料單位做個檢驗的報告 謝謝 有關審議案一 大安區溫州街二十二號四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在本案審議前 因為實施者環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中永峰委員迴避議案 環議建設唯獨跟實施者 那透過萬國法律事務所 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申請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中永峰委員 應迴避處理台北市溫州街二十二項四號 建物的文化資產指定或登錄的審議 並迴避出席該事件至審議會及表決 那他們環議建設公司 依行政程序法提出 那相關的法條在這邊稍微結束 第三十二條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如果有下列各條 情形之一並自行迴避 第一 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 四親等之審親或三親等內之陰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當事人時 二 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 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 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 輔助人者 四 與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第三十三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 有前條三十二條 鎖定之行刑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 有具體事實足任期執行 職務有偏項之一者 環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提出第三條第二項 那文化局的說明 中永峰委員於106年10月18日 第98次本市文資會會議上 所提建議 細一提報人等多方搜集之資料 任已有文資價值之新發現所提建議 該段發言僅為本案進入審議程序後 單一文資委員基於委員身份 就本案未來可能方向所為之建議 是否可採依法人需交由文資會 以討論及合一方事做成罪中決定 並非文資會或主管機關之決定 會議當日 中永峰委員所提建議獲主席同意 決議時現場委員一無異議 文化局並非土地開發單位 本案一非公辦杜根案件 中永峰委員與本審議案 並無任何利害關係 綜上中永峰委員 並無行政程序法第三三條第二項所述請請 故出席本審議案之審議會即表決並無異議 以上 好 各位對我們針對這個提出的解釋 各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 那我們繼續進行 文學問案一 檔案區溫州街22項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法園依據文資保存法第17、18條 骨機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廢紙審查及輸出辦法 那辦理情形 一 反案是竹工坊規劃這些顧問 顧問有限公司於106年7月提報 本局於106年7月24日辦理列冊審查會刊 當日因故委員無法進入室內現刊 且考量本次提報人 是以余大為故居為由提報為求省盛 本局將擇日再辦理現刊 二 本建物業經95年文資會審議決議 不止金股機值不登入立石建築 為本局考量本建物坐落土地與周邊四比土地 以完成都市更新相關程序 以於106年6月22日取得建造 本局施議直全發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三 本局於106年9月1日 辦理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以後本局令致函國防部與台大提供溫州街22項4號 配注請行等資料回函內容摘要無項 國防部回函余前部長於民國四三年至五十三年任職 國防部長期間與包媚於大財教授同住溫州街台大所配宿舍 民國五十五年居住新生南路一段161項32號 臺灣大學回覆民國四十年一月配注於吳乖文信余大財教授 七十九年余大財教授過事後收回 八十六年配注農學月許文副教授契金 令查本建物台大病毒與國防部交換宿舍使用 及余大為先生的配注記錄 五 本案106年10月18日提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第98次會議審議 結論 本建物提報資金 用提報人等多方搜集資資料 已有文資價值之新發現 故本案已不適合以一時、一地、一人、一世等單一因素 單一個人或單一建物之價值來評斷 建議本案直接由文化部為伯定古籍之審議 討文化部認為該建物不具文資價值或不願審議 再由本會依程序進行討論 那本次的審議 就是於106年10月18日第98次文資會會議結論 及多方搜集資料後文資價值之新發現 續行討論 後續七 為了解余大為居住歷程本局行情大安區 物證事務所提供余大為先生戶籍資料 一 該所提供的資料 余大為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 遷入溫州街二十二項四號 至民國七十一年遷入新生難度一段 一百六十一項三十二號 一 古籍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規定 古籍之指定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 去高度歷史 藝術或科學價值者 二 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 三 去稀少性 無異再現者 國定古籍之指定基準 細則潛向以指定之古籍中較具重要 保存完整並為各時代或某類型質典範者 有關溫州街二十二項四號建物之價值說明如下 第一點 該建物新建於日治時期 依提報人提供資訊 第一任務主為台北帝國大學 是兩難受難教授 國民政府簽台後 台大教授余大財 國防部長余大為 台大教授許文復先後居住於此 文化故意表示 余大為弟弟戲曲專家余大綱先生 當年亦曾邀請包括林懷鳴、郭小莊、蔣勳、李昂等 藝文人士經常致此處聚會 此建物亦是台北市重要的文化沙龍 對台灣文化史有重要意義 符合前派辦訪第二條第一項指定基準 第二點 姚文治立法委員表示 後期新增改建的建物 是當年世衛所建之門楼或遼望塔 在台北市市區內具有此功能的建築物較為少見 符合第二條第二項指定基準 三 本東日市建築前後院多年來 居住者加重火樹、亞歷山大椰子桂花等多種 指栽、綠資源亡證、且非單純日式庭園情勢 實為台日式混合 表現出居住者對其住宅庭園的關愛與照顧 在今日大樓林裡的城市中實不可多得 符合第二條第三項指定基準 第四點 很建物已不適合以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等單一輸素 單一個人或單一建物之價值來評斷 除過越三、四個不同時代且居住過如此多位重要名人 族建本建物具有高度的歷史及文化資產價值 第二條第一項指定基準 九 考量本市、大型日式宿舍等建築已逐漸減少 以下已指定為史之下市市定古蹟者 史有指定為國境古蹟之必要 一 自由之家、大同之家 文化部課政規劃嚴加幹紀念園區 自由之家及大同之家將併入整體規劃 二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代言輝寓所 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代運軌寓所 及潮州街九號由106年9月18日 第97次文字會會議決議 統一由歷史建築提升為之下市市定古蹟 三 福州街、溫州街、清田街等日式宿舍 包括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福州街二十號、福州街十一號日式宿舍 英海關戶居、國立台灣大學日式宿舍、馬田英戶居等 結論 本案大安區溫州街二十二項四號 與上開建物107年時將併送文化部進行國定古蹟之審議 那後續的基本資料 上次的就是文字會有提過給老師們 大概參考現況照片 那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 並因審議決議辦後續 好 各位對以上程序跟後續的議辦也不夠比較 沒有辦法我們就請民眾任單位依據發言順序 登記發言順序來發言 好 我們先由陳情登記發言開始 每個人三分鐘 三分鐘一到我們案裡就由下一位 因為今天是人數比較多 請大家掌握時間 我們提報人在後 陳情人再先 先由陳情人先做發言 謝謝 提報人他也登記發言順序 提報人在前面 剛剛跟我說 我們今天是繼續討論 我們今天是繼續討論 不是新的提案 所以原則上由陳情先發言 我們提報人在後 再由陳情人再做登記 請問一下我可不可以先提一個程序問題 因為剛才我在外面聽到是 這一次的現在正在進行的 是一個審議案的繼續討論 對 那我想提出一個程序問題 因為麻煩那個 一樣掌握五分鐘喔 對不起 如果這樣子我們就一分鐘 這個時間可以暫停嗎 不行 抱歉 因為今天真的人數非常多 請掌握時間 謝謝 我從上次會議的讀字稿 討論的讀字稿 念給大家聽 有一些委員 大家當然聽過一些討論 具有國定古蹟的價格 文化局主動提報給文資局 作為國定古蹟 然後 文化局會將這些市政 以今天收集的資料 以文化局的角度 我們主動提報文化部進行審議 如果文化部對於 資金有退回的時候 或者產生一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再進到我們的審議 給予身份 這個是上一次會議的阻止稿 所以我們直到接到公文之前 我們沒有心理準備 還要來一次審議 我們的理解是 這麼充分的討論 審議的討論已經結束了 價值也已經被確認了 那請問為什麼不能給予身份 一般的法院判決 不會因為你的行政瑕疵改變結果 當然我們知道文化部的不受理 當然不是因為價值討論的問題 所以呢 我對於今天這個討論 我建請主席可以直接追認 上一次審議的決議 給予賦予 武政這個賦予制定股基的價值身份 這是我的第一點 那是不是請主席這邊回應一下 請你幫我 OK 那我的錢包擋麻煩一下 謝謝 不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 不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 不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 時間比較短的 是不是就這樣 就點這個 對啊 不是這個 我剛剛才摳的 剛剛才摳的 這個嗎 這個嗎 是一個 對 這個 謝謝 謝謝 之前很多的討論 認為國賠這個事情 我再強調一次 基保行政不會有國賠 沒有蓋哪來的十一、二十一的補償 在補償 個人覺得 過去 建商也是第一把 進行都跟計畫這麼久 過去應該有什麼問題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 住了六位 海大教授 包括地大創教教授 跟交接的 教授 然後 再加上一位 海大教授 不同領域 不同專業 不同 不同的 價值思想 在這個建築物上 我們真的看到 人文四季 跟他的重要性 余大維是 中華民國 第二個阿佛哲學博士 第一位在德國發表 助理論文的 愛因斯坦的學生 參與北華 抗戰 繳北 台海戰役 承認交通部長 國防部長 彈道專家 也是中國的冰空之父 美國為的麥將軍 稱之為現在尊 持不尊將軍 稱他為中國的麥克阿克 我們後人 稱他為一代國事 我要說的是 另外一個 非常難得 也不會再發生的 三位天才 麻煩你一件 先兩件 三位天才 陳穎克 史學大教 富斯年 跟極大維 他們的生命關係 都在這個屋子裡面 為什麼他們有心心的關係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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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重申 我們今天 我們的確已經 確定了他的文字價值 那麼今天 我們會根據今天的考慮 那個發言 來確定他的文字身分 所以這個是今天會議的一個目的 好 請下一個發言 我們原則上還是陳協仁修先 提報仁先等一下 我們陳卿的部分先處理 請稍作熱舉 第一位 林恆惠 大家好 我是林恆惠 現在我們要播放一段影片 今天是我們採訪到那個大維将軍的師從斷 羅順德行深的 黃昏的前進 我們要播放一段影片 請下面 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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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要余大为从美国回来当国防部长 他一个人回来 没有话之处 当然是住在他妹妹家 他妹妹家就现在不会中间 而是要相识 因此他回来以后就一直住在那 一直到 其实他夫人走了以后 我们才还给余大臣余大臣 民国39年 大陆策略到台湾的时候 老总统就希望他不要到台湾到美国去 那么就干什么你知道吗 去争取美决 余大为是以大使馆特别 顾委余大使特别助理的命令 去跟美国人交涉 五脚打下所有的争取美决 这后来 民国43年 93号战 台湾非常危急的时候 老总统要求余大为迅速返回 民国43年 他到了以后 不久他就侦察大陆 大陆那个时候的机场在盖 余大为知道 后来就跟老公众报告 老公众有一天就跟余大为说 大为兄啊 他说 你个人思想国家事大 你还是不要去去大陆侦察 大危险 余大为说 你的命令我当然听 但是你说我愿不愿意 我不愿意 当时如果没有余大为的话 这国军怎么建立起来 各位想想 他十年 这国防部长 今天这国军的基础 完全是余大为当时打下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 他就做了什么地方 运筹违务局势先例 就在独独街二十二项四号 今天好 我们到完下一位 王陈世纪 各位委员好 我要播放那个余大为 司会长罗顺和将军 以便的下级 那种人都不敢 来着这个金文州街二十二小时 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的保镖跟车队 那那个金文州街二十五 拿着眼 他们就避开 都敢借来 這個人都不敢進去 結果現在自己應該進去 因此我們有些人覺得 温州軍這個地方 是一個國家指 可以說指揮中心一樣 所有人都在這邊 沒有人說不知道這個地方 只要說温州軍22號4號 大家都知道温州軍 在這個地方 可以說我們可以影響到 東華民國的文藝界 可以是一個創始的地區 為什麼我跟你講 温州軍當了部長以後 海軍有海光學院 這個藝術這個戲劇學校 大宏 也就是他們這些名言的地方 所以他們很感激 余大文先生 所以每一個週末 都不到他這邊來看他 所以余大文在這個 溩州軍那個大廳裡面 每個禮拜天都是 高神很重 在這個房子裡面 有多少人物在裡面 可以說數不盡 就拿現在的那個文藝界 有名的像郭小莊 徐露 魏海敏 王海波 這些有文藝人員都在 湖州街 文人當然是 像那個 當人瓊瑤 瓊瑤 瓊瑤大家知道 幾乎每個禮拜天 都會來去看他 聊天 吃飯 天南地北 他們都很高興 他當時啊 他還台大的這個 研究所的學生 每個禮拜都會來 一兩次 來請教 這個余大明 講的是哲學 講的是 術語邏輯 他們那時候 很多人說 不容易到台大去教書 那你們要怎樣 謝謝 下一位 黃智慧 各位委員長 好 剛才是羅盛德將軍的證明 羅盛德將軍是1936年出生 今年81歲 官拜中將退 他27歲的時候 畢業於美國入軍 呼籲學校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美國背景 為他來當余大為部長的侍從官 是很恰當的 他當多久呢 他當了整整24年之久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活著的人 當然還有其他人 跟著余大為部長 最久的是羅盛德將軍 那麼他是從最近的具體來觀察余大為部長的 所有的生活的細節 所以在證據上 我們之後還有非常多的證據 因為居住時間這麼久 有非常多人都會見證的 這個不是證據力的問題 這裡是產生一個判斷力的問題 怎麼樣判斷這些證據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看 我們釐清一下都更過程 我知道最近都更業者 做了一個大規模的一個記者會 陣仗龐大 我們實在是從頭到尾都覺得 很替都更業者叫去 我非常同情 在都更的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我知道他當然應該要做 很多這個調查作業 評估作業 這裡面包括環境 包括可行性 包括權力 也包括文化價值 這可能不在法院裡面 他要做文化價值評估 到底誰該做 當你做一個老房子的 這個都更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評估他的價值 文化價值 這個是誰該做 我們現在的法律裡面 管理者該做 好 下一張 管理者是台大 台大的這個 在講居住事實的時候 大家從一開始 9月1號縣刊 余副總部長就說 我手上沒有配付資料 所以他就不附在這裡 或只是贊助 這個是我們知道 我們都在場 都聽到 而且也有錄影為證 他只是借助 贊助 贊助公家 贊助宿舍 這樣子講 他至少 他根本就沒有查 他的內部資料 有圖書館資料 可以查 有校使館資料 可以查 有很多公開資料 都可以查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我不知道 可是最糟糕的是 他把它扭曲成 我不知道的事情 說成他贊助 那麼這樣子 不再是這樣 他還有一種迴謀性 是迴謀的這個 余大為部長說 他好像是強佔的公家出色一樣 這是毀於他的一生親喻 我們覺得很不平 那麼不只是這樣子 迫害嚴擊大家 下一張 迫害嚴擊文化局 文化局所有的說法 都根據了台大說法 說他只是贊助 那麼當然他就會影響了文資委員 最初的判斷 下一張 這些我想各位都知道是誰說的 那麼下一張 所謂證據例 我們要看最親近他的人 門聖戶舊、親屬、鄰居 我們訪問跟書面資料有三十幾筆 請問有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筆 否定這些資料 沒有 你的證據是什麼 我們知道 下一張最後結論 好 我們知道 這個 你想要奉勁大家的權益 下一張最後才結論 下一張 所以這裡面不是都根跟文資的議題 不是這樣打戲 是這個無知造成的疏忽跟協議 好 下一張請問舉名 好 已經掌握時間了 我們三個鐘已經唱名就開始計時了 好 大家好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投影片 我是用的評比檔 影片要換一個地方蠻多 所以我現在這邊來 向大家做個報告 好 好 這個時間就是 也就是說 今天我要談說 為什麼 余大維部長他的故居 有這麼重要的一個世界級的意義 我想 尤其但是我想大家都談很多 剛剛黃老師談很多 他的真偽心在哪裡 我現在談談說 余大維故居對台大意義在哪裡 為什麼台大絕對不可以離開余大維故居 好 我們先談 建築 因為我知道大學最重要的一個門 一個學門就是叫做通識教育 那建築就是包含了所有的通識 教育的範疇 因為我們從建築看到了幾乎所有的一切人類的活動 我個人覺得環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樣子 然後建築雖然小 但是它是一個廣角窗 這個不是我這次會叫內藤廣教授他所講的這句話 好 那我們在談大學教育的核心在哪裡 大學教育的核心就是博雅教育 我希望台大好好聽聽看 為什麼博雅教育對於台大 而是台灣的未來 它這麼重要 也就是說它是建立我們一個軟的實力 讓我們可以面對一切一切的挑戰 培養具有通識教育 通識知識的精髓的世界公民 這是別人說的 我覺得講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博雅教育的核心 也可以說就是一個公式的概念 余部長故居它展示的教育精神在哪裡 大家都談很多了 建築文化非常多 它的教育精神在哪裡 其實就簡單兩個字 就是一個連結 這兩個字看起來不起眼 那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余部長故居它的連結意義這麼重大 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其有的 余部長的目標 剛巧也是連結 所以它們兩個是一貫的 這是余部長的一篇文章 大家給互部網看一看 余部長的故居是什麼 中國軍學與西洋哲學何必相會 然後它是軍事界與學術界的一個光榮歷史的象徵 是從清末明書到明書學問這樣一個思想脈絡 這是余部長的親人 然後這是副思念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不容我罪述了 然後它也是我們台灣大學與世界各大學的一所最可貴的連結 今天台大如果拆了余部長故居 台大的損失是非常巨大的 這是余部長故居 不是不好意思 余部長當年上學的地方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哲學系 任何一個人至少包含我 去哈佛大學第一個如果想看哈佛哲學系 所以說我的結論是 台大保存了余部長故居 等於提升了通識教育的深度與廣度 大學其實應該是不分科的 余部長教育可以獲得完整的健全發展 這樣子 台大成高雄成為高等教育的表演 謝謝 下一位講秩序 可以 可以 對不起 現在聽到嗎 有 抱歉 因為我第一次參加這個學會有點緊張 最緊張的是我單純面對科學系統 還要提出余先生的一切狀況 因為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講大陸時期 他就是我們第四任的兵工學系統 在我們所知道的抗戰 或者是兵工場的整件 或是兵工教育的這個部分 余先生是我們很重要的 我畢業於中的理科學院 在我們所知道的裡面的這個 這個兵工教育裡面 在大陸肺也挺有想像 大陸肺也挺有想像 全學生先生 還有在台灣 他所培養的很多的人才 在台大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教授 教材材料學的教授 這個 許淑恩教授 在台大是開第一門材料學的課 他是畢業於海津基校的 我們學校的大學校 甚至於像 在NASA負責 這個 登月計畫的 劉漢壽教授 他也曾經有提過這個事情 他說 如果沒有 柏林大學 沒有華盛理工學院 沒有 加入理工學院 沒有賓工學校 第一次登月計畫 就不會那麼容易的成功 這些都是余先生 在擔任賓工署 或者是工部長之內 所培育的一些人才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在台灣曾經在擔任過 兩度的工部長 在兩度黃埔省之內 他有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戰役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是所謂的前面的韓戰 還有一江山戰役 到中美協防條約 甚至到最後的巴拉山炮戰 余部長都是親力親為 這中間還包含了我們國軍 所有的教育的整件 還有所有的新武器的爭取 這些都是余部長他任內 所去爭取下來的 尤其美國人信任他 他在美國期間爭取了很多新式的武器 替我們國軍整個換裝 有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所以我們希望 各位如果 對於余先生的另外一個 一個尊敬或者一個保存記憶 先補正上一次的程序 讓他成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價值 然後讓余先生的精神 或者是他的歷史可以一直永久留存在等 謝謝 謝謝 下一位張文玲 各位委員好 我是張文玲 在台灣有很多知名的裔文人士 他們都忽略要保存一段為故居 現在我們要放的是金維純先生的影片 這個儀式家族真的是跟我們的 這個金維純派的歷史 有一個非常非常深的運輿 大維先生 他是那麼重要的一個兵工彈道專家 這是一個文學家 類似家 文學家 蔣中正總統 對於大維先生 真的是念聽其從 非常的聽眾 很想有一位非軍人出身的國防部長 得到家中正總的理解 這樣率真 這樣自在 他有一種生命的能量 那個偽裝出來 他就是活成這樣 就好像這是我的長輩啊 這是我的家人啊 他們什麼都要管你啊 什麼都要問的啊 那我就接觸到影部長 我看到資料跟我看到現場 他住的那個房子的樣子 我說起來我是非常驚訝 然後他整個人跟那個房子是一致的 完全一致 就他那個人就是那個房子的樣子 說實在來裡面還亂找找的 在房子裡面亂找找的 啊 到處堆的都是書 我們說這個在溫州街22巷的 這一棟老宿舍 那真的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他在負了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個歷史意義 然後也發揮了一個那麼大的一個文化影響 我們先生還有蔣勳先生 這個還有就是伊亞伊也是從來一起紅的 所以當時我相信那個場地 那麼以及那個場地所發揮的這個人文的影響 我覺得余大偉先生所發揮的啟蒙的一個力量 是非常大的 而這也跟那個場地有關係 所以余大偉那個地方是滿重要的 很多人物都蓋他那裡 溫州街 對 那這些呢都形塑了溫州街的一個非常強烈 非常厚厚的人文氣息 那這個是無可取代的 我覺得一個城市的偉大 因為它有歷史 因為它有人文 那麼因為它有人 它有各種參與了這個城市 就是它的一個發展 它留下來的體系 因為加起來才使得這個 這一位張編婉 謝謝二位委員 我想剛剛看過的那麼多名人 在所謂的保存裡面 其實我們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面 也聚集了非常多的台灣 比方說白鮮勇 保存名 林懷銘希松等董老師 這些得過文學大獎 然後這些所謂的文化大獎的人 他們極力希望能夠保存這樣的房子 但是我今天來講的 是除了這個房子之外 在保存的過程裡面 我們期待文資委員 還有我們的文化群能夠了解到 其實我們這趟路是希望保存 我們的歷史名人的故居 你看看國外在英國1876年開始 有這麼多的經驗建築 名人互居 他們引以為傲 然後我們看到孫文 走被魯的那個小街道 英國人特別做了一個地標 然後我們再往下一張看 有馬克思住過的 然後老舍住過的 然後甚至是這個 馬克思在當時是流亡的地方 弗洛伊德其實也從維也納到了倫敦 甚至我們看到法國巴黎的花神咖啡館 並不屬於海黎威也不屬於沙特 可是我想是世界文青的潮汕地 然後再下去 我們也看到日本 他有專門的文化財產的保存法 他不會因為這個財產 這個文化人是不是擁有過這個財產 而去制定他 而是他曾經有過在這裡的事實 我們看到上樹石 然後也看到太宰治 再下去再放下 那麼多的文化人 甚至我們在東北 我看到日本的仙台 甚至保留了一點點 當時魯迅在這下課的教師 都成為他們的歷史文物之一 那我想再次更要呼籲的就是說 一大圍這個共居 聚集了那麼多的文化人 有那麼多的歷史 是1949年以後的民國勳風 拜託請留下來 謝謝 一位時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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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台北市人 我曾經在台北市人流十年 三十五年以後的出塞 我曾經在台北市人流 licenses 我曾經經在台北市人 我曾經在台北市人流十年 我很記得那個桌和西方那裡 還會曾維人民事實 fach 但是那時候我們沒有思考到 九州無 multiple零層 因為那時候我們 沒有傳統 那種方面到達成為政府的 iqué到工委員 現在有民進的意見 更加工廠 20年以前,我在政府提供報道,四四難聰。 18年,我要報道四難聰。 15年,有壁壇吊橋,還有很多東西。 我想與大會的壁壇聊成一樣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要拆到壁壇刀橋的時候, 那個地方有請說,已經統一過了, 不可以改變的法律。 但是印度的國家沒有訂定, 人們可以退,改成規定的、委屈的。 所以,我去壁壇院,複魂床,新道院,我不是去。 但是,他幫我忙,還有很多事情, 壓力壓力的憲章。 現在,壁壇刀橋,非常重要的國家獎募。 還有,台北線,以前沒有,現在獻勤過了那個文化庫, 專門政府的文化庫,給他保護。 所以,如果他會,你也會。 所以我說,愛台灣,你有什麼決定? 愛人們的文化,或是你愛你的錢,你的麥當勒。 謝謝。 謝謝。下一位,吳茲營。 我剛剛看了那個先生,他是一個外國人。 但是,我們的壁壇橋,要一個外國人來保護。 我們的紫藤魯,要一個外國人來保護嗎? 我們這麼重要的文資,要讓外國人來發聲嗎? 我們有自己的英雄,我們的英雄是誰? 我們要去讀林肯,別人的英雄嗎? 余大財,余大綱,富斯年,都是我們的英雄。 我,本來不認識余大維。 但是,因為我念了余大維傳,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余大維說,他一生清廉,你如果有兩塊錢, 你為什麼不把一塊錢分給別人? 他是我們的國防部部長,有十年。 但是,那天有三個退役的人,我問他,你們認識余大維嗎? 他說,不認識。 我心裡非常非常的感到難過跟憤怒。 為什麼?我們的英雄,我們連我們的軍人,我們都不知道余大維是誰? 他是我們十年的國防部部長。 他曾經說,如果士兵不戴的勳章,我不會佩戴。 所以,他只有823炮戰,他帶了一個非常小的勳章,那個就是士兵副商的勳章。 你知道嗎?在823的時候,他曾經叫著,他的飛行官帶著他到大陸的沿岸。 他的飛行官說,副長太危險了。 他說,如果我的士兵不能去的地方,我不能去的地方,我不會讓我的士兵去。 副詩年,他的骨灰就是從溫州街22巷4號到復原。 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個門牌,都是有經驗的價值。 他的術是許文副教授,親手種的奇珍異果。 許文副教授,台大不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農經系的主任,他是我們農林廳的廳長。 這個房子,他承載了台灣的一個近代史。 台灣的近代史,誰要抹滅掉,誰就是歷史的罪人。 我跟你講,上一次,我實在太激動了。 我覺得,我要跟鍾永峰填文道歉。 但是,我想要讓你們,要信守於你們的承諾。 當10月18號的時候,你們怎麼跟文化部講的? 你們怎麼跟媒體講的? 你怎麼跟議員講的? 你怎麼跟議員講的? 溫州街22巷4號,他是有國異補機的價值。 我們會給他市地補機的價值。 請不要私信於民。 下一位,蕭銀針。 大家好,我是蕭銀針。 這裡是台北市。 我們今天之所以這麼努力的在呼籲市。 我們不希望台北市這麼年輕輕輕, 就得了老年市治政,成為一個失憶的城市。 我們剛剛看了那麼多民眾的發言,知道說余道尾護區 其實就是承載了這麼多歷史。 他光一個不起眼的舊房子, 他就可以連結到整個民國百年史跟余氏家族的百年史。 然後牽動了農軍、文化界的這些所有的記憶。 所以我們台灣曾經因為一黨之師而掩蓋了歷史真相。 我認為包括余大為不是國民黨身份, 這件事情讓他在歷史上消失於無形。 我們也不希望這個城市因為一笑之師或者一個公私之師, 然後要去抹滅這個城市的良心跟記憶。 我們的文化良心,我們的城市記憶。 我希望藉由上一次會議的記錄的結論, 希望文化局或者在場主席能夠當場裁定。 我們就根據上一次的那個會議的結論, 把它遇到而護區定為市定普及。 謝謝大家。 下一位彭博浩。 各位長官, 我們要禮拜一個親身的意見。 與黨想讓很多美大人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 他扭轉到歷史的進場, 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對台灣做出巨大巨大的影響。 還在期間, 他爭取美国的支持, 無助而看。 八月三號戰期間, 他運輸了很多多次親身飛往西民前線的思維, 大運到這場, 才會被採訪。 八月三號戰的生命, 開啟了海灣園頭五十九年的愛定和繁榛。 他們先生, 一生青年, 長年住在他妹妹, 台大教授余大財女士的殊勝。 余大財女士是東復後, 台大異任校長, 傅斯敏的夫人。 在白色恐怖期間, 傅斯敏校長, 強烈抗議軍警, 非法建築校園太大的女士, 他對很妙計說, 如果學生有些, 我就給你聽, 由於副校長的堅持, 台大就是為了台灣民主運動更多的人。 而大財先生和大財教授, 立體最新的地方, 是大財先生。 是在六、七十年來, 影響成文化界, 最到最大的一個道士。 大財先生和大財先生和大財先生和大財教授的學生, 建築校園多士, 台灣民主運動更多的人。 溫州節二十八小時後, 是一位對台灣的做出, 兩大財先生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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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財先生。 我在這裡 綜合者和大財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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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財財先生和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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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先生. 就是台湾。 ですyoutube, 各位的意見文通過。 我想, 剛剛這段過的情況 我是建議這位依照副劇師提出的暫停 因為這個大家的意見是終於要解 這件案子的主要背景是因為要申報美國立委 但是如果申報美國立委的結法 它依照文化責任法第17條的第二況 跟指定辦法的應該是第2條 它是以指定為意識建築或者技術建築的方法 認為有國立主持價格在暴露中央 我們上次的決議並沒有給它任何人暴露中央而被推 所以我今天所提的是 我們是要確定有沒有這個事件是否在暴露 國立法我們今天討論半天我想 各位都是時間都非常寶貴 我們也有利益的 我們也有利益的 我個人的看法是依照文化責任法第一條 它開宗民意的表示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要普遍平等的參與權 也就是說我們的委員 是不是要尊重很多人所提供的主件 他們是參與權 雖然他們沒有投票權 因為他還是可以參與 我們也聽得很明顯 第二個 文化責任法的法還有一個是發援多元化 多元化它包括各政黨政派 各種不同的民主 原來在這個地方的 或者後來的 各方面的民主 在前個禮拜 文化部針對盧座敏宅 指定了國立國際 盧座敏宅 我想研修工女士也好 或者李嘉峻也好 他們是在白色恐怖受害者 有他的歷史意義 所以他是基因性建築 也就是基因性建築 現在變成國立國際 那同樣的 余大偉先生 他的事情各位都聽了很多 那這棟房子 事實上是日誌時期的 這種? 就這樣嗎? 那這棟房子 學習最近 都有這棟房子 這棟房子 有很多 是 好 好 很